当50岁的张敏遇见50岁的陈红,网友,自然老去的脸看起来就是舒服。 50岁的张敏遇见50岁的陈红,网友,自然老去的脸看起来就是舒服。 时光匆匆连生苦短,每个人都会老去,是辉煌一时还是平淡无期都将成为过去,而真正的美人就算被岁月所磨砺,也依旧会活得漂亮。 50岁的张敏遇见50岁的陈红,网友,自然老去的脸看起来就是舒服。 张敏一直都是大众的女神,当初她出演的《倚天屠龙记之魔》娇娇主,坐在白马上一袭白衣,回眸一笑的样子十分的牵动人心,一身的霸气却带着一丝柔情,英姿萨爽的样子才是大家心中最美的那个她吧。 当然,张敏的发展是离不开周星驰的帮助,因为张敏刚出道时就是合作周星驰的,两人合作了《赌霞》这部电影,当时周星驰十分照顾她,不管是生活中,还是影视中都有一个给她帮助。 好在张敏也不负众望,评级赌辖让她一夜成名,随后两人先后差不多合作了12部电影,被观众们一度认为她俩是情侣,但其实两个人只是迎评CP而已,但现在看来两人是真的很般配。 如今张敏已经50岁了,容颜依旧还是女神的模样,虽然差不多已经退出了演艺界,但她很会享受生活,经常会周游世界,分享她所遇到新鲜事情,在家就自己炒菜生活过得非常惬意。 陈红年轻的时候也是国色天香,刚出道时那个青色的模样,可谓是稀粉无数,并且她还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美儿,当年在《水云间》这部剧中,在没有任何修饰的情况下,她简直美得不似凡间人。 娱乐圈都是靠脸吃饭的,有演员就能有更多机会,何况像陈红这样又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演员, 就非常适合出演剧中那些沉云落雁,碧月羞花的角色,所以貂蝉、嫦娥、小乔等陈红都又饰演过,因此她也成为了很多人的梦中行人。 现在陈红也有50岁了,看她的近兆比年轻时要胖了一点,但颜值还是非常扛得住,岁月仿佛不经过她的脸庞一样,自然的样子胜过很多微整过的年轻女星们。 当50岁的张敏遇见50岁的陈红,很多网友都表示,两人自然老去的脸看起来就是舒服,这种毫不加以修饰的女神,才能在岁月的洗礼下,长期保存那富完美的容颜。 如果有喜欢这两位女神的看官,麻烦动动您的手指,帮忙点赞评论一下,谢谢。